嗨,你们好,今天给你们讲讲我们南方地区的一道小吃,特色小吃,大家看,这个特色小吃叫做润饼菜,润饼菜,它有一点点像那个春卷,它是卷起来的, 大家可以看到,它是卷在一起的,卷起来包着吃的一个特色小吃,它也是我们闽南地区的一个特产,闽南地区的特产,那么今天呢,我就来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道菜具体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食材吧, 那么首先,大家可以看到,这道菜,它的外面呢,是有一层皮的,这一层皮呢,叫做润饼皮,这个是润饼皮,润饼皮呢,它是所有要吃这个润饼菜,需要用这个皮来包的,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, 这个润饼皮呢,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咸咸的,是有一点点咸的,这个润饼皮,它不需要下去煮,它已经是煮好的,就是它是干的,是凉的, 它可以把这个菜给它卷起来吃,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那么关于润饼菜里面,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食材呢? 首先,第一种是一种海鲜,这种海鲜叫做海粒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海粒这种海鲜呢? 在我们南方地区,或者是沿海地区,海粒呢,是非常非常普遍的,就是它是一种海鲜,那这个海粒呢,它需要下去煎,下去煎,所以让它变成海粒煎,这也是一种特色小吃,海粒煎, 它到时候呢,是需要加在这个润饼菜里面,一起煎起来吃的, 那么第二种呢,叫做胡萝卜,大家肯定知道胡萝卜,我们看到胡萝卜是这样子的, 但是放在润饼菜里面的这个胡萝卜,大家看,它会变成丝状,大家看这个胡萝卜丝,胡萝卜丝,它是切成条状的,丝状的, 我们对这个胡萝卜需要用那个一种工具,然后帮它切成丝,切成丝,胡萝卜丝,那然后呢,再下去炒, 那么第三种,我们需要有的食材叫豆腐,这个是豆腐,豆腐呢,也是润饼菜当中经常会加的, 我们会把一大块豆腐,给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通常呢,我们会切成长条形的,就是这样长条形的,长方形状的这个豆腐, 然后跟它放下去,一起煎一下,先煎一下,然后和刚刚的胡萝卜丝一起下去翻炒, 那么接下来呢,还会加的食材是这个叫荷兰豆,这个是荷兰豆,你们应该也有吃过这个荷兰豆吧, 荷兰豆呢,它是绿色的,它就是要先下去炒一下,是绿色的蔬菜, 嗯,那么还有什么呢,比如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食材里面放花菜, 这个花菜呢,它也是绿色的,是绿色的花菜, 那么其实,这些是基本的食材, 但是有些人呢,它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, 然后呢,再去加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, 比如有些人,它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食材, 那么把这些所有的食材全部都炒完了之后呢,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起, 把所有的食材呢,放到一起, 然后呢,拿出一块这个润饼,润饼皮, 拿出这个润饼皮, 然后我们抓每个食材,每个菜都可以拿一点点, 放在这个润饼皮上面, 放在润饼皮上面, 最后呢,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花生碎, 花生碎在上面, 是有白糖的这种花生碎, 然后呢,弄完了之后, 我们就可以把它卷起来, 包在一起,直接吃, 吃这个润饼菜的时候啊, 这个润饼菜的时候, 我们是用手,用手直接去抓的, 用手直接去抓的, 因为用筷子的话, 筷子的话,我们夹不了, 只能用手去抓这个润饼菜, 那么润饼菜呢, 它的一个基本做法, 其实非常简单, 但是它非常的, 就是它的这个耗时非常的久,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, 它需要把每一道菜都先炒完, 就是要炒很多很多道菜, 每一道菜呢, 都炒完了之后, 才能够把这些菜合在一起, 去包起来吃,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耗费时间的, 但是这个润饼菜吃起来是, 味道非常的好, 我们很多的这个人都非常地喜欢吃这个润饼菜, 大家看这个润饼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, 五颜六色, 就是七彩的, 在这道菜里面, 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, 我们刚刚所说的比较鲜艳的颜色, 比如说有绿色, 有绿色, 还有胡萝卜的红色, 然后刚刚的绿色是, 这个花, 花菜的绿色, 还有这个荷兰豆的绿色, 然后还有这个海利尖的颜色, 就是它的颜色可以有非常多种, 就会显得非常的好看, 所以就是, 就像我们在过一些节日的时候, 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些节日的时候, 我们就会吃这个润饼菜, 是一种象征美好的一种寓意, 那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呢? 如果有机会的话,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润饼菜哦!